我們今年是第三次的全台腹部免費超音波檢查的一個活動 那麼2021年我們開始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當年服務了1912位 那去年我們從12家醫療院所 擴大到16家醫療院所 那麼總共服務了3205位 那今年呢我們從16家又擴充到24家醫療院所 那包括本島還有金門馬祖 最重要的是還包括了三家診所 所以我們的預期目標是希望今年能夠突破4500位的民眾 來接受這個免費的腹部超音波檢查 那我們為什麼許金川董事長 要來提倡這個十年復超的這個活動 最重要的有兩個 第一個呢是因為超音波是越來越普遍 尤其是超音波的儀器已經一直在進步 最重要的是這個它的探頭已經隨時可以放在口袋裡面 非常的輕巧 同時影像的擷取它可以出現在任何的平台 包括我們的手機上面 所以呢這個操作會越來越方便 所以我們說這個床邊即時超音波檢查來解決我們的臨床問題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史丹佛大學他們早就了解這個超音波檢查的這個重要性 所以他們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將這個超音波檢查呢 做為我們所謂醫師理學檢查其中的一項 那表示說我們醫師除了利用我們的五官來幫病人做檢查以外 應該善用這個超音波作為我們很重要的幫助的工具 那事實上腹部超音波檢查呢 它可以做很多的這個器官 包括肝臟 膽囊 腎臟 脾臟 皮臟等等 那麼可以發現的呢 事實上是蠻多的一些問題 包括我們的肝癌 肝硬化等等 那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是脂肪肝 脂肪肝呢 過去我們認為脂肪肝可能沒有什麼問題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事實上經過這三十多年的努力 發現呢 脂肪肝它可能引起脂肪肝鹽 纖維化 硬化 那麼甚至引起肝癌等等 所以呢 事實上脂肪肝呢 是要用超音波來發現 不是靠抽血等等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經驗裡面呢 像V肝帶緣 我們在長期追蹤裡面 有時候會意外的發現 它肚子裡面跑出一團東西 事實上這個是很多的淋巴結 結果證實是淋巴癌 我們趕快轉介給血液腫瘤科的醫師 就趕快做化學治療 現在已經完全治癒 所以這個是發現了以後 事實上是可以治療的 另外呢 V肝帶緣在長期追蹤裡面 被發現有腎臟癌 這我們趕快轉介給蜜尿科呢 就可以開刀把它切除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不要匯集技術 我們應該勇於接受健康檢查 包括腹部超音波 這是我們提倡 腹部超音波檢查的一個重要性 第二個主要的是 再過幾天 每年的7月28號 就是所謂的世界肝炎日 世界肝炎日 從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強調以來 我們的民眾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有V肝C肝 有了以後要有所行動 要出來就醫 接受治療 最後目標呢 是要消滅病毒性肝病 可是呢 世界衛生組織是從2015年開始才想到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 我們在台灣從1994年 我們的老師宋樂樓教授 還有我們現在許金川董事長 那時候就成立了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目的是要消滅肝病 而消滅肝病是有 一定要有它的節奏 最重要的是要主動篩檢 主動篩檢就是知道自己有沒有V肝 但是知道以後一定要有所行動 那麼我們在過去29年 我們做了免費的篩檢活動 已經達到828場 服務的人次呢 達到669,187人次 那這些呢 雖然發現 但是還是要有後續的行動 那另外我們國家 有宣示 2025年要根除C肝 所以我們肝基會呢 也是努力再朝這個方向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高盛行區 苗栗縣 雲林縣 高風險的族群 包括建議裡面的這些育友 這些呢 都是C肝比較多的 我們還是持續在幫他們做篩檢 有了篩檢以後 就應該出來治療 事實上我們在三四年前已經幫助阿里山 達到維根署 也就是他們的人口裡面 將近97%都出來接受篩檢 接受篩檢以後 絕大多數都有出來治療 因為2020年9月28號 國民健康署已經啟動了 所謂類普篩 也就是我們國人45歲到79歲 一生可以有一次檢查VC肝的一個機會 因為國家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們從2021年以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篩檢 轉變為偏鄉的篩檢 那麼主動篩檢以後 我們一定要有所行動 要積極就醫 跟必要的時候要接受治療 那麼積極就醫裡面 大家比較會注意到的是抽血檢查 其實比較容易舒服的是 腹部超音波檢查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強調 腹部超音波檢查的一個目的 那在2021年 我們服務了一千九百一十二人次 其中呢 有異常的 有一千六百八十位 佔了百分之八十八 那當然這一些檢異常呢 可能有一些是良性 我們其中八十四位是懷疑有惡性 那麼良性並不是都不重要 比如說這個脂肪肝 脂肪肝呢 佔了百分之五十六 我剛剛已經提到 這個脂肪肝可能引起肝癌 所以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要趕快把這個脂肪肝給它消除 那八十四位懷疑有肝癌 或者是性質不明肝腫瘤裡面 經過我們轉接到各個醫療院所接受電腦斷層或持症造影檢查以後 我們有兩位確診是惡性腫瘤 其中一位是肝細胞癌 一位是膽管細胞癌 大概佔百分之二 那在2022年呢 我們服務了三千兩百零五人 其中異常的有兩千六百五十四 比例達到百分之八十三 脂肪肝一樣 百分之五十七 所以這脂肪肝是相當厲害的一個問題 這是未來我們必須要加以注意的 這一年呢 我們發現疑似肝癌 或者性質不明肝腫瘤 我們轉接到各個醫療院所 最後呢 確定有三位不幸得到惡性腫瘤 兩位是肝細胞癌 一位是膽管細胞癌 這些我們都已經接受治療 那有些還必須要接受化療 不過基本上都可以治療 甚至可以把它根除掉的 所以這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步步超音波檢查 可以發現一些醫療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呢 是可以治療的 好 最後來到我們今年的成果 今年我們總共服務了四千六百六十三位 不但達標 而且超標 我們原來預期是四千五百位 那其中異常的人數呢 三千七百九十五位 是81.4% 那這裡面呢 有一百二十一位 懷疑是有肝癌 或者是性質不明的腫瘤 那看起來數值是比較高 其實比例是差不多 我們前兩年是八十二 八十四 那今年因為我們的檢查人數 差不多1.5倍 所以異常一百二十一位是合理的 那我們當然在今天之後 會將這一些國人轉介到各個醫療院所 去進一步做電腦斷層 或持症照影的檢查 看看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來報告最後的結果 其中呢 脂肪肝還是佔了百分之五十四 我們在這個分析裡面 初步看起來 各個地方脂肪肝的比例是不太一樣 將來我們會仔細的分析以後 再跟國人來報告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要強調 我們希望台灣四十歲以上的國人 每一年應該要做一次 腹部超音波檢查 VC肝的病友 至少每半年要做一次 所以這個是 我們希望大家隨時要提醒自己 你今年抄了沒 那最主要的是因為 我們消滅肝病的目標還沒有達到 所以我們希望結合所有對肝病重視的這個好朋友 大家共同出錢出力 來幫助我們台灣早日達到沒有肝病的一個國家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主義 謝謝